这天车不还下着呢吗 有点毛毛 咱不知道能不能晴啊 看看能不能晴吧 车停打的昨天 这风也挺大的 还得下 停不了了 咱车在这呢 不过现在咱车储不去了 堵上 他走了咱也不行 出不了了 这得回今天出不了 你说这车停的 哎呀妈 等了多长时间 车里也没留电话 刚走啊 刚走 你刚才来就在这 等了半个小时 这得回今天是 得回今天是那什么 下雨 下雨 你又多耽误事啊 哈喽大家好 我是奋斗荣姐 今天下雨啊 这天还要是出不了了 现在是6点40了 然后呢 现在天还在下着某某夕 半个小时之前 咱出来的车是 他不出去了 车停在这堵的 堵的是三辆车都出不去 车上呢也没有留电话号码 他不想留电话号码 可能就是 他怕别人打扰他 给他打电话 他明知道他这车停在这 这附近的三辆车 是谁也出不去的 他怕别人打扰他 他不留 现在吧 就是 确实是家家户户都有车啊 但是晚上啊 或者是 什么时候呢 找车位是费劲的 但是你再费劲的话 你停车的时候 你你左右看看呢 你影不影响别人出车 你说你要影响别人出车吧 你实在没地方停 你留个电话号码 你留个电话码 马上谁出去给你打个电话 你给人挪一挪 你说你连电话码都不留 然后就往那夸一怼 你别车 别车出不出去 也跟你没有关系了 你说是不是不道德呀 你都说现在 有的划车啥的 你说那车是咋划的呀 你说这 这是今天就是下雨了 出不了了 这是赶礼拜六 礼拜天晴天 你说这电话也没有 找找不着 我这车也出不去 你说是不是耽误事 再一个万一有啥急事 啥的 你就人家上个早班啥的 就无论什么情况吧 人家随随随地把人车开走 你说你堵呢 你说你是上楼了 啥事也不管了 电话发也没有 你爱咋咋地 哎呦天呐 划车的事咱是干不出来 但是你有那种人家脾气暴躁的 你说你给人挡下 人家不划你 哎呦现在这个 我跟你说就停车堵车 这个事啊 就给你堵的挡挡的 反正好多留电话码还行 打电话的 他就他就拿给你挪 不留电话码的也可多了 哎呦我就都闹死了 好几次碰到这样的事情了 先问大家吧 这有车一族的这个朋友们 咱们停车吧 从你我他做起 咱们别影响别人 就自己 自己方便也不能影响别人 你让别人车都能出得去 就再说车前面 留个电话号码 好了 今天咱也出不了了 市场也不能去了 容姐今天就和大家分享这些 感谢您观看 明天见 拜拜